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Bogan的西洋期 各位旗友在看到这盘对决的时候 可能Bogan刚比王国手选拔南区出赛 正前往新竹的路线上 好 那因为最近是国手选拔的国手选拔月 所以Bogan在今天来分享一盘 我个人觉得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这盘对决是在2018年 两年半前的时候 两年半前的时候 Bogan在中国以级联赛 中国以级联赛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国际赛事 集结了各地方的好手 有俄罗斯的 有欧洲的 有中国的 还有我们一些台湾选手 而我这一盘对决的对手 他是一位中国所谓的职业学生 什么是职业学生呢 就是这位骑手 他目前虽然是学生国中生的年纪 但是他小学 国中 甚至高中 他所有的事情 所有时间都不需要去读 什么国音术 化学物理 都不需要读 他的任务就是把西江崎下好 这个我就把他称为职业学生 就是专门在下棋的学生 未来就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队的 好 那我的对手是这位职业学生 而我吃白方 而我的对手走出了卡罗康防御 而这边卡罗康防御比较常见的是 直接两支中心兵站起来 而我采用的是先出骑士 好 那对手站中心 我进行交换 这边比较常见的是选择推进 但是因为我知道的对手是职业学生 他专门下棋了 他的各种开局套路一定比我还熟悉 所以在百般的考量下 我选择了不要跟他进太多复杂的开局变化 以免揍他的套路了 所以我选择了直接简单交换掉 好 我的对手黑方交换掉 白方站起中心 黑方出骑士 而这边有太多套路了 有可能可以直接出主教 或是出骑士 但是我这边直接在开局选择上 直接脱普了 找了一个小兵H3 这种H3绝对不是开局最佳减 但是在实战中却达到了还不错的效果 因为直接阻止了他的主教BG4来牵制 好 所以他不能走BG4 他是走主教的F5 那我来邀请交换主教 他交换 白方交换 黑方走兵 白方这手其实可以选择换位置 也可以选择小兵C3 但白方这手骑的我 却选择了一部非常不太符合开局原则的 皇后B5 皇后在开局这段下已经走了两步骑 而且来交换一个 他可能只动过一步的皇后 这边他只能挡后了 因为他如果挡骑士的话 我可以直接把他的小兵吃掉 他如果挡这边的话 我也可以吃掉小兵 所以这边他唯一找法不想损失兵 只能挡皇后了 但是为什么我白方会选择宁愿浪费两步骑来交换一个 只动过一步的皇后呢 这就讲到我开这盘棋的赛前准备了 因为我已经了解到对手是一位职业学生 他小学6年初中3年下了9年的职业西洋棋 所以他的开局套路很明显多半可能比我还熟悉 所以我想要在开局这段下 这间避开他的开局套路 这间跟他拼中产 这也是我在开局准备上的一个策略 好 让我们看实战对局吧 那黑方接受交换 那白方接受 黑方接受 白方出主角 黑方出城堡威胁12兵 白方走小兵C3 黑方出主角准备一位 白方继续出骑士 黑方一位 白方一位 轮到黑方了 黑方这手是宝D8 将宝放在D8 白方放在E1 而黑方可能暂时也摸不着头绪走一部小兵H3 先铺个电 未来可能G5兵 也可能阻止我的骑士或主教到G5 好 这手 走完H6之后轮到白方了 而这时白方的我开始在构思计划了 我在思考 这个局面下我毕竟是白色 感觉黑色这部射手H6 也看不出来他的实质目定 除了走G5到G4之外 我认为 当下我确实认为白方 虽然开局没有获得很大的优势 但是我相信我的对手在这个局面下 已经彻彻底底脱离他的开局套路了 所以我的对手他也在思考他能干嘛 而我现在看到一个计划了 因为我这种兵型结构 有B2 C3 D4 这种兵型结构 黑方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套路打法 就是小兵B5 小兵B4 强行开线 承宝M来次底线 因为有这个计划的存在 所以 我提前补连部A4 阻止你小兵B5到B4 强行开C线 而现在轮到黑方了 黑方所选择的是退骑士 他这部棋 我感觉他10-8-9 是要来中心第六格邀请我换主教 好轮到我了 我选择的是骑士E5 他要换我先主动换 将我另外一只骑士到NF3这个好格子立刻补位 好 那黑方所选择的是 他接受交换 那白方接受 黑方继续来交换 白方这时候没有选择主动敲 主动敲帮他出骑士总是没道理 所以我选择的是直接出骑士 给主教先跟轮到黑方了 黑方所选择的是主教敲主教 这时候主教敲主教 其实白方就有三个选择了 可以兵敲 骑士敲 城堡敲 而我在做了很长久的思考之后 我想好的我的一套完整计划了 我选择的是小兵敲 各位旗友待会就会知道 为何我在这个局面下选择小兵敲 而不选择骑士敲了 来我们继续看对局 对局中实战黑方走的是骑士C7 白方将第四格腾开 给了骑士到Md4 是的 我不选择骑士小兵 也是为了我想把兵移开 把第四格腾给骑士 那各位应该好奇 我把第四格腾给骑士 那骑士在第四格是要发挥什么作用呢 是的 就是要阻止黑方的A6B5计划 如果黑方A6B5 至少我的骑士阻止他的B5格 以免他立刻冲起来 现在轮到黑方了 黑方还是很想要 照他的计划 A6B5 所以他走起了A6 准备B5了 这边我跟各位旗友讲一下 如果白方这边 丝毫不理的话 我们假设 假设白方丝毫不理 那黑方一冲击 白方这边如果不敲的话 直接就要被压进了 所以假设 假设白方瞧 黑方瞧 假设白方丝毫不理 黑方立刻不畏 假设白方丝毫不理 黑方立刻 B5到B4 爆破白方的后裕兵炼 之间就被爆破了 所以这个局面下 白方可就要好好回应了 各位旗友 你们这边不妨暂停来思考一下 来想想看 伯根在现场到底做了什么非常强悍的计划 直到三年后 伯根还记得这盘棋 好 各位旗友想到了吗 伯根看到了A6走起来 诶 你的B7兵还没有走起来 那B7兵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弱点呢 那如果是弱点的话 那威胁B7兵的人有可能是谁呢 目前看来看去总不可能歧视嘛 但是如果要用城堡威胁B7兵的话 想要从城堡从B1 强行B4 B5开线 那只是交换兵型 并没有威胁B7兵啊 那伯根看到什么事情了 伯根看到 就算没有B线开放线 目前没有 那我不如走这步起 保A3 诶 这首棋我觉得可以算是整盘棋 最精华的一步棋了 也是整个计划的开端了 这首保A3 各位旗友应该看得出我目的了吧 我的城堡就打算借由保A3 准备保B3 准备保B6 按住B7兵 准备再立刻补位 保A1 保A3 保B3 两只威胁B7兵 如果还不够的话 那我甚至就要把保移到B4 骑4回B3 骑4到A5 三个人强行威胁B7兵 好 让我们看实战对局 实战对局他也发现我的意图了 所以黑方所选择的是 城堡B7 这边旗友就会好奇 为什么黑方不要走小兵B5呢 因为走小兵B5的话 那白方一敲 黑方一敲 白方一来准备得兵 黑方一守 白方就占领一条开放线了 如果黑方过来跟他抢线的话 那白方一敲保 黑方一换保 白方一敲 直接得兵了 如果黑方所选择的牵制 是没效果的 因为白方可以轻松一个退骑4解签 这个局面下 白方见多一支兵 在残局下几乎等于必胜的 所以这个局面下 黑方可就不能走B5了 所以实战中他走的是保D7 提前防守 好 白方先来了 黑方退骑4 想要派城堡来C7格 两根石城堡继续防守 白方压紧 黑方冲局5 白方不理 保A1 黑方H7 开始等待我表演了 黑方H7 开始等待我表演了 那白方走RA3 黑方走王居6 白方造计划 保B3 黑方进去两支城堡 保护兵 就像我稍早说的 我攻击B7的 可不只有两支城堡啊 我只要再把城堡移开 保B4 B3的人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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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骑士 骑士可以借由B3到A5 威胁B7 轮到黑方了 黑方现在有点尴尬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他选择的是NG7 NG7 这首席什么想法呢 这首席可能就是看着 如果我骑士到B3的话 他可能就要到F5 开始对我这些网易进行一些骚扰 所以 我在攻击他的后翼B7的时候 我先提前补了一部G4柄 也是一个非常观念的骑 提前用G4柄顶住F5格 跟H5格 F5格跟H5格 未来还有F3跟H3可以支援橘石兵 让我这个兵牢牢控制着这两个白格子 你的骑士休想乱来 那实战中黑方也尴尬了 一时半刻找不到方法解救他的B7 他就走了等招了 那白方继续造计划 骑士B3 黑方现在保C4 他想什么 他想的就是如果我保敲保他兵敲保 他就刚好开个线 而且小兵打前手 刚好开线可以骚扰我一下 所以实战中我不理这个保 我直接贯彻我的计划 骑士A5 好了 确定到手一次兵了 现在轮到黑方了 黑方所选择的是直接换保 这边我完全可以选择保敲保 但是我还是在当下做了一个重大抉择 我不想要选择保敲保的原因是因为 我选择的是兵敲保 因为我想说 我想说这支兵 你不可能变成通路兵变成后的 因为我的王可以轻松挡在你前面 我想要未来可以更快速的 在未来直接用AB两个联兵 获得B7之后 直接强行冲出一支通路兵来 而实战中黑方也真的 就看准我的C3一闪开 强行冲低势 好 那白方轻松一变 黑方这首旗可就不能敲了 因为如果敲了我的城堡的话 那我小兵一敲 黑方可就直接无法阻止这个兵变后了 所以实战中黑方被我一变之后 白黑方只能选择的是 无奈的城堡闪开了 那白方从获得B7兵 变成转向获得D4兵 而且 现在轮到他了 他现在有点尴尬了 因为 因为不管他的小兵走不走 这个小兵非常可能在未来 还是会被白色给拿走的 所以实战中他选择的是 城堡到底线骚扰我一下 好 那我网闪开 他选择威胁我的A4兵 而我已经看准时机了 这边我可以选择小兵B3防守 但是他可能选择小兵B6赶走我的骑士 我一时半刻无法立刻获得这个AB小兵 所以我选择的是 骑士吃小兵 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我接受给他吃A兵呢 因为我看清楚了 未来我的配置就是准备小兵B3 他城堡一退的话 我刚好顺势一个骑士C5 保护B3兵 未来准备城堡D6 强行把A6兵再拿走 变成多子必胜的残局了 所以实战中他所选择的是 城堡A2 好 那轮到我了 我白方提前先爬王 把王往中心迈进 实战中他威胁我B2兵 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只要骑士C5完全没效果 轮到黑方了 黑方骑士18 想做什么事情呢 他想要让骑士提前出来到C7格 到D5格这个好格子 所以我 当然看得出来 立刻走一步保低棋 好棋呀 控制C7格 威胁F7带先手 黑方无奈之下 只能回应这个选手 这边我可以直接一步保A7抓兵 但是我实战中走得更好 我没有直接保A7 我选择的是 先保A7 把你的骑士 赶到一个更烂的位置 再去保A7 这样子你骑士要复活 还要再花一手棋 这个是直接保A7的形状 这个是我抓一手棋 再保A7的形状 各位有发现吧 我这一手棋直接让他的骑士 又再度脱离中心战场了 所以他又只能无奈 又花一手棋走回A8 想要复活 但是我已经看准时机了 只剑保敲兵 尽得两只兵了 而且我的B4兵准备 就要一路B4 B5 B6 B7 B8了 随时战中他走的是 骑士C7 阻止我小兵前进 同时威胁我城堡 我城堡一退 要强行支援小兵到B5B4了 B5B6了 他骑士闪开 骑士闪开这手棋是什么想法 这手棋就是阻止我小兵前进 小兵前进就要直接敲骑士了 所以我选择的是先退骑士 还是要准备小兵B5B6B7 而他黑方所选择的是 骑士D5 好 我看清楚了 小兵B5 黑方所选择的是 城堡A2 白方所选择的是 城堡A6 准备要支援小兵到B6了 黑方所选择的是 骑士C7 回弹抓宝抓兵 白方所选择的是 城堡平开 宝兵赏宝 黑方所选择的是 威胁A3兵 是威胁B3兵 但这个B3兵完全不用怕 只要骑士一退 黑方所选择的是 他无奈了 吃不到B3兵 他选择过来吃B5兵 但是各位其友应该有发现吧 白方可是多两支兵 可不是多一支兵而已 是多两支兵 所以白方 波根评估清楚之后 你要吃B5兵是吧 好的 走起B4 邀请你来吃B5兵 你要吃你就只能用城堡来吃 但是实战中他真的用城堡吃了 一吃 一交换 这个只要交换掉之后 各位其友应该有发现 这个局面下是骑士武兵对骑士士兵 而且我的第5兵还是一支远方通路兵 我未来的计划就很简单的 准备往D3 往C4 小兵前进 往护兵强行变后 逼你骑士敲到这个后 白方就进度一支骑士 所以实战中 黑方就象征意义的走了几回合 白方走了几回合 准备冲击了 准备要王平过来支援兵前进的 黑方走 白方完全不用力 白方平王 黑方敲兵白方敲兵 黑方这刻思考了许久 索性他就认输了 好的 这盘棋会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那个城堡从A3绕出来的计划 实际上太景点了 那下次波根又会分享什么好奇呢 咱们下回再说 你们的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谢谢 这里是波根的夕阳棋 那个傻定个月 下回好奇 不明路